做完善业可以回向给人,做完恶业可不可以回向给人呢? 当然可以 是呀,可以,当然可以 是不是你懂法人说?不是,是《避藏经》说的 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请房长,我们现在说佛的导生的智慧,不讲我们不知道 刚才我不是给了一条尾巴?有人问,做完善业可以回向给人,做完恶业可不可以回向给人呢? 当然可以 是呀,可以,当然可以 是不是你懂法人说?不是,《避藏经》说的 你心想,你的《避藏经》和我的《避藏经》不同吗? 我真的没有听过,一样 你的《避藏经》和我的《避藏经》是一样的 你要留意,利益存亡品第七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众生 经常都会做很多不同的恶业 所以就说,因为这些众生有这样的习惯 《临命中时父母眷属而为切福以知前路》 很熟 接着做什么? 那么 这个那就就是发行善业回向他 好了,你要留意,我问这个问题,你懂得回向,你就知道为什么恶业有得回向 我想问,功德不可以送给人的,你读到今时今日,你学佛这么久就知道 我不可以给你功德,是不是? 好了,但功德回向是一件什么事?我因为想你离苦得乐,所以我先去做这个善业 你是当中的主要因缘,故此你在当中你就会得到那种功德的利益 好了,说得不好听,其实是你的利息而已 七份功德,依乃获一的那个一,其实是你们的利息而已 你要想,为什么我会遇到一个眷属,会想起帮我做功德 你善因缘嘛,你生了个小朋友,跟着他的孙子也好,或者他的子女也好 他想起我亲人离世,我婆,我妈,过世,我要做些事给他 或者我的老人家病,我想他延寿,增幅,消灾,你去为他做功德 你可以遇到一个想起要为你做功德的亲人,这个是你的善因缘 所以到他为你做功德的时候,其实他平时不想起要做这些善业 但是他想起要为你做些事的时候,你已经是这个善业的主要因缘 明白吗?所以我们没有给别人的 功德回向里面的所谓,你为某种众生去做善业的时候 这个众生已经是你这件善业里面的主要因缘 因为他成就了这个善业,所以他自然会有善果 不是你给了功德他,这个逻辑很明白的 好了,但是我问你,如果我为一个众生做恶业 他这么划死了,他这么划死,这么可恶 我特意因为他,就去杀人,放火 你想想,可以吗? 先想想想想想 你要答我,你一定要答我 你不答我,你就想不明白 我们刚才说了,你不是给了别人 善业是他参与当中的 你说他在拿利息也好 他遇到一个亲人,是他自己的福报也好 但现在,你因为你恨某个人 然后你去杀人,放火,打家劫蛇,然后你在佛前不断 不关我事,他不断 是他不断,我才去杀人,是他不断,我才去放火 全部入他财,不关我事 你试试用白话去解释 不要用回向这些字眼,不要用星球话 根本他不是这件恶业的主因 你的亲恨才是这件恶业的主因 所以那件恶业不关他事,是关你事 你明不明啊? 你想傻如使用心思想,很远 如果你不是佛经 我们才不懂,幸好有佛经 然后。接下文,说到什么 地藏经的下文,就说 所以他今天要跟世尊, relax 金龍百步、人非人等 去勸焰浮堤的眾生 臨終之日 這是鬼王提我們的 臨終之日 慎勿殺害及造惡元 拜祭鬼神 求諸妄兩 為什麼? 以所殺害乃至拜祭 無籤毫之力 利益亡人 誕結罪緣 轉爭心中 因為你是為了這個親人 打算去殺隻豬、殺隻雞 去拜下神 或者是拜下鬼差 他會對他好些 他真是當中這個殺業的恩怨 你平時不會想拜下他 但是因為我親人離世 我打算殺隻雞 去賄賂一下 拜一下 令他好些 好了 他接著怎麼說 他說你這樣做 他說你這樣做 明明這個眾生 假使來世或現在生 得獲聖分 生人天宗 但是因為你 臨終的時候 去被這些眷屬 做這樣的惡恩 令到他 臨命中人 殃淚對面 晚生善處 何況這個臨終者 如果再生的時候 沒有做過任何善業 按住他的本業 已經要受惡趣 何忍著 眷屬更為憎業 然後他就說了 譬如有人從遠地來 絕糧三日 沒有吃三日東西 然後自己背著那些寵物 強過白根 然後你去殺隻豬 去拜一拜 就等於 忽如倫人 根腐小物 你令到他白上加根 行不行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好了 我就說了 我和你都是凡夫眾生 別人問一個這樣的問題 做惡業可不可以迴向給別人 可以的 如果你真的為了某人 然後去做個惡業 他是這件惡業的主因 跟你為了某人去行善一樣 但是剛才你說 我為了 我聽完經 為了尋仇 不停做惡業 然後在佛前不停回向 不關我的事 一定是他 麻煩你 冤有頭債有主 不關 那就不好意思 根本他不是這件事的主因 是你的親恨 你的報復的心態 是那個主因 到最後 誰拿過罪 那就請君 三思 留意 要謹慎 那你明白了 佛的智慧 它不是猜 它不是說理論 它是經驗告訴你 這樣就不好 這樣就好 那你就知道 回向惡業可以嗎 其實你為了某種親人 因為我們如此的緣故 然後去做某些惡業 它有份的 但你惡心就不是了 你惡心好像為報復 那樣就不是 那那個主因是你的親恨 是你的報復 兩件事 清醒一點就可以 但是你明不明白 沒有佛在世 沒有佛法 以上我們說的 那大半個小時的所有資訊 都不可能出現 但有很多 我們走到這裡的時候 有時候佛弟子 你只會去用你自己的見解 用你自己的邏輯 用你所謂的智慧去看 不是啊 是否在翻譯上有錯誤 字是否錯 為何會這樣說 這個是你自己世間的那種的觀念 我一定要說 很正式的 有前有後 完完整整的告訴大家 惡業能不能夠回向 既然善業回向 沒有理由 惡業不行的 邏輯是對的 是一定可以的 但是你們以為的那個回向 就好像詛咒別人那樣的 不是 佛經是這樣的 佛經是告訴你 你不要為你的親人這麼傻 以為幫到他 但是弄巧反絕 做了惡業 你要為他們去做善業 同樣都是為 但是剛才說的例子就是 報復的心態 信佛很好 信佛真的很好 然後你會有一種心就是 幸運 你是會嘆一聲幸運 然後看看自己身邊那些 不是信佛的人 你會說 幸運 這樣吧 你真的要每一次 讀開經濟 法師已經打了一會兒魚 然後才開經濟 但是你們的開經濟 總是 這個是我吵你的 這些就是 在佛法裡面 真的通地都是你積功累得的地方 你肯珍惜 你就會找到的 你連念四句開經濟 你都真的產生善念 你真的覺得它難得的時候 這些 你的腹部就會一路一路累積 不要欠那麼多 不要緊 沒有人看你 那些葡依的 是不是 我是很暗沉 但是我真的要告訴你 信佛 是你千生罕遇 萬劫難逢 能夠歸依三保 你增幅無量 你能夠自己好好念佛 禮下慘的罪滅河沙 希望我們今天 法花經法會 你能夠深知到 如來度生的苦心 也都會向諸位 能夠業障消除 深入經狀 自為如海 與法界一切眾生 同登彼岸 阿彌陀佛 他說有很多人 以自己 因為自己 不能夠好好修行 慈戒精進 既然都做不到 一件不行 兩件不行 既然這麼難 他就連一件兩件都不適 你是否這樣 會讓你忍耐 得一件事 你能夠分辨 還是要分辨 無法辨 還有一件事 不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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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